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苹果确实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常吃对身体都具有一定好处。 今天给大家用苹果分享一个养生吃法。 首先准备一个苹果, 苹果是咱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水果, 具有平安、祝福的寓意。 苹果低调非凡, 却一直是水果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品种、用途、销量都是水果中的佼佼者。 苹果的热量非常低, 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零食选择。 苹果的热卡较低,苹果通常被视为一种礼。 这样的健康食品, 常吃苹果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好的身体变化。 我们把苹果放到水中。 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我们用盐可以很好地清除掉。 这样我们吃着更加地放心健康。 放到案板上给它对半切开。 把苹果当中的芯给它去除。 再切成小块。 苹果非常的美味, 口感脆甜好吃。 我们把苹果放到碗中。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 胡萝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胡萝卜不仅口感好, 营养也十分丰富。 正确地使用胡萝卜有利于身体的充分吸收。 胡萝卜在民间有着小人参的称号。 胡萝卜微甜, 脆嫩爽口, 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食物。 我们把胡萝卜放到水中。 把胡萝卜给它外皮的灰尘, 脏东西给它洗干净。 洗好后放在案板上。 切下一半即可, 再对半切开, 再切成片。 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即可。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山药。 山药不仅口感清脆, 营养价值也很高。 有天然人参的美誉, 春天常吃, 对身体特别的好。 我们把山药外皮给它洗干净。 放到案板上。 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即可。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黄豆。 常吃黄豆对身体好。 黄豆的营养比较丰富。 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 脂肪、 钙及人体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 黄豆是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干货食材, 黄豆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B等营养元素。 这个黄豆是我泡发有一个中头的黄豆。 我们再泡发一小会儿。 我们再来准备一块排骨。 猪排骨是指猪的类骨。 营养比较丰富。 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 脂肪、钙及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猪排口感纯厚, 让人口齿流香, 是人们常用的食品。 非常适合小孩和老年人食用。 排骨肉吃着香入可口, 汤喝着滋补美味。 既有汤又有菜, 既补身体又美味。 我们把排骨剁成小块, 放在水中给它抓洗抓洗。 再加入面粉。 可以很好地清除 附在排骨表面的脏东西。 我们把排骨给它洗干净。 我们再来准备一小点香菜。 香菜是让人 爱恨极为分明的一种蔬菜。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香菜不仅可以当配菜点缀, 还可以炒着吃, 拌着吃, 它口感独特, 气味芳香。 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香菜也是我们每个家庭 都会经常用到的配菜。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 肉类食物吃得比较多一点。 如果切几根撒上, 不仅解腻, 而且味道还会格外鲜美。 我们把香菜老的叶子、 黄的叶子给它摘下来。 再把香菜放到大碗中, 给它抓洗抓洗。 接下来, 我们来准备一口锅。 选择用砂锅也可以, 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所有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先开大火煮五分钟。 五分钟过后, 再开中小火煮十五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道汤就煮得差不多了, 我们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用盐、 生抽。 稍微地放凉, 我们就可以美美地开吃了。 这道汤食材很简单, 有排骨和黄豆、 苹果、山药、 胡萝卜。 营养又美味, 超级的好吃好喝。 我们平时多喝这道汤, 对身体非常好。 腰不酸, 腿不痛, 身体越来越强壮。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健康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